低頭了的祈禱 天父,我們在這裡感謝你,讚美你 在2021年 求神你都保守美國 保守這個我們居住的地方 亦都保守新的政府 新的Leadership 好叫新的總統能夠信靠信服神尼 聽從你的話語去帶領這個國家 而不是以個人的意見 而是跟隨聖經的教導 和你的旨意而行 亦都好讓在位的其他的 內閣的人員和其他的執法者 都能夠團結合一 將美國的經濟和各方面 的政策都能夠重回正軌 亦都能夠控制到疫情 以上的討告是奉主耶穌的名而求 Amen 今天的宣召經文是啟示錄四章八節 我們一起讀吧 聖載聖載聖載主神 是色載今載以後永載的全能者 聖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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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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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希柏萊書第五章七至九節 基督在欲體的時候既大聲哀曲流淚討告懇求哪能救他免死的主 就因他的虔誠蒙了應允 他雖然為兒子還是因所受的苦難學了信從 他既得已完全就為凡信從他的人成了永遠得救的根源 耶穌身為神的兒子都是因為他的信靠信復 為我們被釘十字架為我們帶來救恩 期望我們新的總統都能夠做到信靠信復 為美國帶來新的希望 我們一起唱以下一首信靠信復 我們一起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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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歌迷 非常不一句 我早說 今天我早敬 MATT 或者主别痛恨 信靠信服 前外兵无必路 若要得住泪气落 唯有信靠信服 没有阴影黑暗 没有迷暮离闻 我住笑容是龙无小神 没有疑惑畏惧 没有贪色有泪 信靠信服 借主别念神 信靠信服 前外兵无必路 若要杀主泪气落 唯有信靠信服 为主背负冲淡 为主终收患难 一切神老主别风上昏 唯有信靠信服 唯有信靠信服 华经实家通俗 信靠信服 借主别致火 信靠信服 借主别致火 信靠信服 除非我将一切 奉献九处 脚刺 否则难止 住自内奉门 人主一切人为 一切喜乐永美 信靠信靠信服 信靠信服 借责或尊备 信靠信服 信靠信服 前外兵无必路 若要得知泪气落 唯有信靠信服 唯有信靠信服 不愿在住的街 何知人已更天 愿行天老等 吹去身边 他吩咐这几美 他在映照春行 信靠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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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兵无必路 若要得知泪气落 唯有信靠信服 肥立比书四章六至七节 应当一目挂虑 只要凡事值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 告诉神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女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我们除了信靠信服之外 我们当然每日 都是要常常祷告 時事去仰望神 求神都揭净我们的罪 但我们每一日 远离罪恶 我们一起唱这首心曲 我们一起唱这首心曲 真的要承告 我从心结束 我从心结束 保你四眼结症 我最是我的最灯 你人歌 求你世政 我心中思念 逐世多怨恶 我不堪抵抗 靠你人家扶着 人都是我的 愿意醉落 神啊 我衷心教堂 全身将导致仰望 愿意醉落 愿意醉落 向 her 愿意醉落 似爱的只佛 愿意醉落 我向你章心地钦练 求你思音潑直我的着 寂寞我心中的慧 求你恩光 保照人 使我愿意义罪我 愿我一息尚存 亦都能够将生生互相 一生一世跟随你 上那我全身九头 全身将九尊一模 沉着你人高充得慌望 因主情你随念我 求你恩代我感恩不断 愿我一息相处 亦将生生相恋 看你是恩杰情 接那每日世吹着你 上那我从心九头 全身将九尊一模 沉着你人高充得慌望 愿主情你随念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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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一起祈祈祷 天父我们多谢你给我们能够再一次在星期日 是你的主日 你復活的日子 去一同的去敬拜你 天父啊 真是你给我们 在这个世上 有这个盼望 因为你是復活的主 你也是改变生命 赐给我们能够有气息的神 主要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 我们只能够去仰望 因为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世界 的确是已经是非常之混乱和敗坏 我们都面对很大的一些 叫我们可能感到到惧怕的事情 就是我们不知道 是未来怎么样 主我们 我们知道你是一切的未来的主 你掌管一切 所以我们来到你面前 我们去仰望 我们去等候 我们去去测验 去思想 去观察你在做什么 求主你去带领我们 让我们继续持守着你给我们的信仰 信念 以至我们继续在不同的生活当中 我们晓得我们应该成为你的子民 成为你的儿女 我们所要扮演的角色 以至我们继续对这个世界 是能够有影响 主我们为到美国来讨告 主要你继续去带领这个 美国的状况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的军队 还在DC里面 主我们都把这些一切都在你手中 但是我们仰望你 我们为到 在这几天里面很多不同的 好像是新的重新改动的政策 但是我们都不知道是 到底是怎么样 都仰望你 因为我们看到这些政策 跟我们的生活是 如果真的实行的话 息息相关 主我们都愿意很多这些政策 其实都未必对我们有好处 对我们的儿女 对我们整个国家 我们都仰望你 我们将这些一切交给你手中 我们愿意等候你 我们都为到 现在在美国里面的各个州里面 很多疫情的情况 我们都继续仰望 我们都不知道 这个数字 为什么突然间又会少了 又会多了 这样的情况 但是我们都将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交给你手中 因为你知道 你知道什么是真实的 我们就仰望你 我们等候你 我们求主你做带领 我们在我们的教会当中 我们都一同的 有不同的一些的期望 在新的年里面 祝你都亲切的带领我们 我们都期望我们有 去复兴和建筑 在我们的广东团契里面 祝你都带领我们 让我们真是 能够体会到神 要我们去 去拆位 去 去复兴 然后去建造的东西 祝你就帮助我们 让我们一起同心 继续在你里面 我们经历到 你真是 让我们在教会里面 弟兄姊妹当中 我们是怎么一起的 能够去成长 在这个世代当中 我们为到 Estella的身体 继续仰望 祝你继续帮助 带领她的康复 我们有时都不知道 如何去问她的情况 她们都可能觉得 不是很能够 全部都告诉我们 但祝你知道 你就亲切去 帮助伤口各方面 或者其他方面 都能够有 你的保守 快点的康复 祝我们都知道 有不同的弟兄姊妹 都需要你的带领 帮助 给我们的新心灵 我们各方面 都能够继续建壮 愿着你就 引动我们 帮助我们 我再次感谢你 因为你是 听祷告 更加是引动我们的神 你不要撇下我们 你要继续带领着我们 让我们去 敏锐你的意思 感谢我们祈祷 奉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 今天我们 会继续去思想 约翰三书 我们完成约翰的书信 今天想和大家思想 这个题目 在这个《药三书》里面 当我研读的时候 发觉是很有挑战 很多挑战 这个我给他的题目 是神家里面的生活 神家里面的生活 那么我们今年的期望 都是有福兴和建造 所以我们希望 我们能够在这个神家的 一个大前提下 我们如何去福兴和建造 我们先读一下今天的经文 1 2 3 作长老的 写信给亲爱的 该由 就是我诚心所爱的 亲爱的兄弟 我愿你凡事兴盛 身体健壮 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有弟兄来证明你 心里存的真理 正如你按真理而行 我就甚喜乐 我听见我的儿女们 按真理而行 我的喜乐 就没有给这个大的 亲爱的兄弟 凡你向作客女之弟兄所行的 都是忠心的 他们在教会面前 证明了你的爱 你若配得过上帝 帮助他们向前行 这就好了 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爱 对于爱帮人一无所取 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行的人 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 我曾略略的写信给教会 但那在教会中 好为首的丢特匪 不接待我们 所以我若去 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 就是他用恶言妄论我们 还不以此为足 他自己又不接待弟兄 有人愿意接待他也禁止 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 赶出教会 亲爱的兄弟 不要下罚恶 只要下罚善 行善的属服上帝 行恶的未曾见过上帝 底米雕行善 有众人给他作见证 有真理给他作见证 就是我们也给他作见证 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 我原有许多事要写给你 及不愿意用笔墨写给你 但盼望很快快的见你 我们就当面谈论 愿你平安 众位弟兄朋友都问你安 请你替我安着声明 问众位的朋友安 见乎当你的话语打开 让我们也去面对你的话语 以至我们知道这个话语是对我们说的 不是对其他人说的 让我们在这里当中 我们今天去聆听 你的话语今天对我们有什么提示 主要你帮助我们 带来我们 我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圣经对教会有不同的图像 教会基本上就是一群人 一群被神呼唤出来的人 得救的人聚在一起 当然这个是一个普世的教会 的一个观念 但也有地方教会 当然我们说这个 我们有个地址 有些人来到教堂 通常我就分开叫做教堂和教会 为了帮助我清楚 教堂就是一个地方 有其他人来聚集 也有其他人来聚集 但是普世的教会 就是凡是信耶稣的人 就离不开 就是属于这个教会一份子 所以我们对教会有不同的图像 在圣经里面 在圣经里面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我们都熟悉了 基督的身体 在肢体之间 互相一起去建造身体 教会也有提到基督的新婦 基督的新婦 就是一个新娘 将来等待着一个新郎 再回来接我们 这是另外一个图画 在《以乎所书》 看到我们夫妻的关系 都是代表这种 之间的关系的一种描写 第三个是教会 是圣灵的居所 我们都知道 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当中 但是圣灵也是居住在教会 每一个有神的灵当中充满 所以你会记得 在《哥罗多前书》 第三章的时候 他讲到圣灵的殿 不是个人性的 是讲到教会整体 如果我们不能去拆毁教会 当然普世教会是拆毁不了的 但是通常拆毁就是地方教会 《哥罗多前书》前提到分裂 分党 所以这是一个 但是不要让这件事发生 教会是永生神的家 这是我们今天想特别强调的 因为我们说究竟 如何最适合我们的描述呢 我觉得永生神的家 是神的家 是一个很特别的 我们值得去思想 今天我们说要去 復兴和建造 应该在神的家的角度 建造是一个比较理想 当然还有其他的 教会是天国的子民 天国的子民 我们是属于神的子民 有我们的王 将来要回来 我们要去见他 也教会是基督的精兵 是吧 要不将世母前身 要去做基督的精兵 是吧 那这个是不同的角度 那你说我是精兵的时候 就要打仗 子民都是去看看 各国神的角度 是怎样 我应该在国内的国民是怎样 是怎样去 帮人 也可能是帮人去 去签入这个国的代表 我们可以帮助人 认识神 进入天国 成为子民 所以这里有不同的描述 但是我相信 我们今天的焦点是 神的家 神的家 这个状况 神的家 其实是借根在真理的爱里面 如果你说真是神的家 家里面应该有一个 家里面应该有家的一些规矩 大家的避世之间也有爱 这个是一个基本 特别是我们过去看若汉 一书二书都强调这个真理 和爱之间的关系 两样东西是同时重要 也不可以说我有爱 但是没有真理 所以我们说我们要 给予相爱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要 信服神的意思 去给予相爱 这是真理的层面 所以这个 等于三书 其实都同样 都是一样 讲到真理 在爱里面 特别是二书和三书 我们都提到 接待一些宣教士 这里用宣教士 当时他们有些 不是一个本地的教堂 的地方 有些其他的一些 一些传道者就经过 是吧 若汉都本身都不是一个 长住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都是写信去到那个地方 所以这些旅行的一些 传道者 或者我们今天 用这个角度 宣教士 去到一个地方 就要有各样的需要 所以就要被接待 是不是欢迎他呢 这个宣教士 这个角度 当时的就是说 这个 若汉二书和三书 首先你发现 若汉二书 反对支持那些 否定真理的 那些叫做 自己说是宣教士 其实讲很多 错谋的东西 所以上次我们看过 若汉二书的时候 很强烈就 说到你不要接待他们 刚刚和若汉三书 若汉三书 就讲了一个正面的 一个接待 这个 该由是接待 我们这些 来到当中的宣教士 这些宣教士 是保 这个彼得 他去 告诉他 所以 跟若汉 是有关系的 所以 当中 就有这样的描述 所以我们 如果看回 一个神的家 神的家里面 或者我们就说 一个教会 那里面 有不同的情况 出现 不同的人 之间的关系 是怎样呢 我们之间是怎样 去相处呢 这个就成为一个 成为一个 我们的 福兴与建造的 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那 爱和真理 记得是 互相是一致的 我们一路 若汉一书 若汉二书 若汉三书 都强调 爱 在真理里面 真理里面 有爱 那 那 教会当中的家 是怎样的关系呢 这个 从这个书卷里面 我们尝试去看一看 从这个书卷里面 那我们当然 从其他的经文 在这里不要说 基督是 这个家的头 基督是教会的头 那 跟着这里 又提到 有带领者 一般的家 通常有长老 那这里提到长老 若汉就是说 他自己是长老 那长老的意思呢 就是 同样圣经里面 不同的地方 是监督和牧师 都是长老 都是可以叫做 同样的意思 所以呢 长老会 或者我以前的一个教会 他都是 都是说 所有的牧师 都是叫长老 所以他叫所有都是长老 那当然 这个是 很多的系统里面 人们 喜欢不同的方式 所以 教会里面 其实 在圣经里面 主要讲到 这两个的 一个 带领的一个 角色 带领角色 长老和执事 是这样的 但是如何去运作呢 有些人就会延伸 有监督 有教会里面 有执事长老 然后牧师 都在一起 所以这班 但是这班 都是一个 基本上是带领的人 带领的人 那我们说家长 就叫做家长 家长 是不是 家长之下 就有大英姊妹 家人 是不是 所以这个家长 和家人 一起在一个家里面 这个就是 可以从这个角度 来看这封书信 所以约翰 自称是长老 但不是在这个 写信去的 这个地方的 教会里面 那个长期在那里的 长老 是吧 所以它是一个 仕途 当然更加是 所以那些之间 都有一个关系 约翰会去到那里 亦都会推荐一些 一些传道者 去那里 或者是选教士 去那里 去帮助他们 去梦养他们 或者怎么样 是吧 当然 当地 亦都可能有长老 这个书信里面 有一个 后面 一个 负面的 一个人物 可能他都是长老 或者是领袖 或者是家长式 是吧 那我们看到这里 他们之间的关系 是怎样相处的呢 一个 神家里面 生活是怎样 一个爱 彼此对待 彼此对待 首先榜样 就是这个家长 那约翰是怎样 去爱 和对待这个 该由呢 首先我到经文里面 可以看到 约翰的确是 去用爱 来对待这个 该由 当然 他不是整天 跟他在一起 但是他也认识 这个该由 他刚才的经文里面说 写信给亲爱的该由 就是我诚心所爱的 这个 说出来 写到明白了 是我亲爱的 也是我诚心所爱的 所以他是用一个爱 来对待该由 这个爱 是很真实的 对我来的挑战 我们一看到这里 我们的挑战就是 如果我作为家长 家长 这个意思 刚才我们看到 家长 就是有那些 长老 牧师 监督 好像家长 有没有表达 对这里里面的 家人的爱 这是第一个 对我来说 这是一个挑战 我是不是真的 有爱 家人的 我是不是真的 一个心 我是不是真的 有表达 这个 再延伸一下 就是说 一个家长 一个家长 对儿女的爱 我们很多都是有儿女 我们都明白到 儿女 其实是需要被爱的 我自己成长里面 都不太体会到 爸爸妈妈和我的亲密 所以我爱的那种感受 是不太多 但是他们是爱过的 我爸爸很爱我 他就用行动 来表达 所以这是另外一种 有种 但是无论如何 一个儿女 如果是 如果在家长 或父母 不能得到爱 这种是 它就有机渴 它就会向周围 去找一些取代品 这些取代品 可能是朋友 或者其它 或者各方面的事 来取代 希望得到爱 这个过程 我们看到的 是很严重 因为如果我们看回 现在的年轻人,他们面对的取代品不是从父母里得到那份爱 他们的取代品就受到很大的冲击,他们受到的影响 所以就算我和我的儿子都举报很多事情都相似 但是有些情况里面会不同,大家的想法不同 取代的方式都不同,所以在这里我们发觉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们在一个家里面,或者我们说这个教会是家的时候 我们对其他的一些可能是成为一个儿女的对象 是不是真的有真实像约翰那样的爱呢? 他是真实的去爱这个该由 这个对长老、监督、牧者 我们有没有对弟兄姊妹真实的有真实的爱呢? 这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 基督、圣灵、圣灵 当然我们知道基督、圣灵 没有人能完全去像神一样的爱 所以我们有很多其他因素令到我们不去爱 但是我们只有在基督和圣灵里面 这个爱的源头里面 我们才可以真正的去得到 经历到真正的爱 也可以再进一步流露出来 这是我们的成长的过程 所以我们在这个福兴建造里面 说到爱的时候 首先我们需要在这里有这方面的成长 而是对自己的挑战 对自己的挑战 在爱方面 我们是否真的有一个成长 或者有进步呢? 是否在基督里面 知取这个源头呢? 还是我们的爱是人间那种不同的爱呢? 约翰说到诚心 有些人说诚心我们很明白一体 很真诚的 但其实原本的意思是真理的意思 即是他是用在真理里面去爱他 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不可以爱一个人是不按照真理 我们也不可以不理真理 就去爱一个人 实在是很难的 所以我们也要说到 能够将同罪分别出来 更加去归向神的意思 在神里面 按照神的意思去爱 我们常常说是golden rule 金律 你想人怎么代你 你就怎么代人 这就是一个 我们不是挂着自己 而是挂着其他人 挂着其他人 只有神的爱 才能够达到完全的体会 要不然我们都是挂着其他人 都是挂着什么人 挂着我认识的人 我喜欢的人 是吧 或者是怎么样 这都是挂着人 但是都是做很有限的 挂着人 所以这个唯有在神里面 那种完全的 没有偏见 愿意为对方 甚至是罪人 而牺牲的那种爱 才是一个 我们的源头 我们需要去成长 爱国相待 那爱国相待 若翰是否就这么算呢 不是若翰说到爱他 更加是什么 他具体有行动 他就为该由祈祷 刚才我读经文里面 他为到该由祈祷 我愿你凡事兴盛 身体健壮正如你灵魂兴盛 一样 所以要讲到不同的 他所看重的 他首先去为到 该由的凡事兴盛 究竟什么意思呢 兴盛有不同意见 基本上可以说 是一个对他生命的尽情 有感动 希望很关心他 希望爱他 关心他对方的历程 他的历程是怎样 关心一个人的前面 发生了些什么 很想他能够 走向一个好的状况里面 这就是一个 为他祈祷的第一件事 我们关心的是 我们自己的前路 我们也关心 我们的子女的前路 或者我们关心其他 一些我们所爱的人 他究竟面对着什么 和下一步怎么样 我们可能都会给 很多的支援 意见 希望能够成为他的支持 这个就是 在大英姊妹当中 我们一个彼此的 各种生活 第二个是身体健壮 可能该由身体上有些问题 所以就特别 约翰为他祈祷的时候 就提到他身体要健壮 当然 我们如果单单常常注意一个人 身体健壮 就忽略了 灵性 其实都是有些偏差 所以我们不是单单 所以很多年长 我们在接触的时候 他们都说 我们保持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就是最大的事 身体健康 但是他们没有灵性上的健康 也是很大的事 我也见过很多人身体健康 但突然间就不健康 他都没有 然后就好像完全没有盼望 所以我们看到 不是说身体不重要 身体重要 所以约翰都为他祈祷 但也不单单是除了身体之外 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个 另外对我们来说 不要偏向灵性 只偏向灵性 什么都说灵性 就不说身体 人家见到你 你就会说 没有问题 死了也没有问题 那些人听到 都不想跟你在一起 但是如果你说 不是 同样都重要 但是我们必须要去 注意对方的需要 但另外 其实约翰 他比较来说 正如看到这个 这个祈祷里面 正如你的灵 魂与轻盛一样 其实他都关切 他都是有一个优先重要 灵性的重要性 如果真的相比的时候 的确是高于 高于这个身体上面的健壮 因为我们很多身体健壮 尤其出现问题 都是因为我们的灵 和很多的偏离神的意思 去双争 争扎 争扎 争扎的时候 就产生这个 身体上面出问题 长期的 一个长期的 令到我们 现在很多人都面对一些 忧鬱 那忧鬱 有时都不是单单 我天生就忧鬱 很多时候 因为环境各方面 或者一些打击 所以令到他 于是开始的 身体状况 出现问题 因为他没有正常的去 照顾身体 亦是灵 灵影响到身体里面 很多我们的心境 各方面 是很大的挑战 所以 灵性是一个 我们值得要注意的一个 重点 所以我们在今年里面 我们都说 我们要复兴建造的时候 一定不能忽略 我们的灵命 我们的灵性是需要增长的 即是继续建造的 比事相待 若翰更加因为 该由 按真理而行 他有一种喜悦 有一种情 有时我们 已经讲到关系的时候 如果没有情 没有喜悦 就真的很 没有意思 所以 如果你和一个 弟兄姊妹在一起 但是当中没有那种喜悦 我相信我们广东造 有喜悦的情况 如果我们一起悦的时候 其实很有感染力 希望喜悦的这种情 是继续越来越澎湃 和回来 这个是我们 其中我觉得是很有感染力 但是这里的 产生喜悦和喜乐 和喜乐 根本是什么 若翰说 因为他按照真理而行 所以多么重要 我们都看到 我们的儿女 如果他乖乖地 走正路 我们都更加开心 如果他不走正路 我们就惨了 我们很担心 不知怎么办 如果他犯了法 究竟我是否报警 这些很大挣扎 就是说 很多这些情况出现 所以我们说 若翰这样的喜悦 是一个 真的好 在对方 作为一个好的状态 按照真理去生活 对他来说 是非常之 真的开心 当然这个经文里面更加有 怀疑我喜乐 更加疑虑 按照真理而行 我的喜乐 没有什么比这个大 所以这个 是很重要的 真理 真理 其实是 真是 我们 没有了真理 我们真的 什么都 不会带来我们 有什么好处 那真理 当然你说 真理是什么 真理是什么 很大的题目 真理 但是 是圣经的话语 真理 亦是表示 我们有些真实的事情 我们都可以掌握到 真实的 我们都觉得 这个是真 有这个情况 对我们来说 我们走在真理里 我们本身 都会感到 非常之开心 因为我们觉得 哎呀 我走得对 我走得好 这个特别 为什么他会说 但是他知道 他按真理而行 他又不在那里 所以他说 有个弟兄 弟兄来证明 你 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 约翰 派去 该游的地方 他接待他的 那位宣教士 他就回来 告诉约翰 哇 该游 真是 哇 真是按照真理 心里传绝真理 也都行 各样东西都是按照真理 所以 当约翰听到的时候 他非常之开心 很喜悦 虽然不是当场 当中看到 但是从这个见证当中 能够产生这种感染 所以按真理而行 就是真的 真的 真是信 真实的东西 对的东西 而且更加是按照这些 去走出来 这一样东西 对基督徒来说 就一定是 尊荣基督的 按真理而行 真理也使得 我们得自由 在里面行出一个 满有喜乐的一种人生 有感染力 所以对我们来有挑战 挑战 我们作为一个家长 或者作为一个家长 刚才说到家长 包括了长老牧师 监督 或者我们作为家长 对他们有没有喜悦呢 对其他家人有没有喜悦呢 当他们爱你的时候 才喜悦 当他给你面子的时候 才喜悦 当对你有益处 才喜悦 这些都不是真正的 是对的 这些都是为了自己利益 他们成功 他们身体好 我好喜悦 但他们忽略灵性 是否会喜悦呢 当然也不会喜悦 所以对我们的挑战就是 究竟我们的喜悦 是建基在什么地方里面呢 我们真是很期望 我们的福兴与建 是充满着喜悦 但是充满喜悦呢 希望在真理里面 我们能够在真理里面 互相感到 哇很开心啊 哇很开心啊 大家都在真理里面的喜悦 爱的支持呢 就更加第二方面 第二点了 这个 这个 家里面 应该有爱的支持 爱的支持 该有呢 他就支持这些宣教士 这些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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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经文里面说 亲爱的兄弟 这些特别余文是没有兄弟 就是亲爱的 凡你向作客女之弟 轻所行的 都是忠心的 都是很忠心的 他们在教会面前 证明了你的爱,他们见证了你表达的爱 也配得上帝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 因他们是为主的明出爱,对于爱帮人一无所取 即是他们对象是很多未信的人 所以他们也不会这样接待他们,帮助他们的需要 所以我们应该去接待这些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 这里非常多的表达出若汉称赞该游的爱,支持的生命 从这个支持的宣教士 对我来说,这里有一个经济对我来说非常有感受 帮助他们往前行 帮助他们往前行 我记得在奥哈尔的时候,我又要离开一间教会 当时我们的宣教会监督就来挑战他们 但他们要帮助他们往前行 他们真的帮助我往前行 当我离开教会 我有三个月在等候神的下一个工场的时候 我要自己去到加州的车库 租了一个几百元的车库里面的一间房 等候 同时有时候去探访一些可能的教会 看看他们是否觉得需要有牧者 当中就是一个人在那边 而当中就是帮助我前行这个过程 那班教会就是我的教会 我离开教会 他会继续用一些津贴帮助我 当时我离开这个 我家人还在奥哈尔 也需要生活 他帮助我 另外我去到那个地方 另外一个牧者 他说 你来我的教会帮助我 教一个主医学 每个月就给你一些生活费 然后在那三个月 就成为我一个往前行的帮助 进入另一个新阶段 所以这是一种爱的表达 这个爱的表达 这是我亲身的经历 我和大家分享 所以在这个里面 看到这个 他说 对黑女的大习质 他不懂的 那个游队 只是约翰 说 有这个人来这里 是我 我认识的 他就真的很忠心的去照顾他 帮助他的需要 帮助他在当中一切 这个是配得上帝为主去作功 帮助他前行 是一个美好的 是好的 对我来说 我们也有这种的 有这种的心态 帮助这些人去前行 是一个爱的支持 当然 这里说是真理做功 美好 为主的名字 服侍那些 没有有支持 是有份真理 这个就是我们 如果 如果我们 真是有 真理的 和他一起去 同行 就表示我们 在做神的功 忠心 忠于主 忠于约翰 因为约翰是说 介绍他来的 所以他不懂 也接待他 忠于真理 为真理 这是对的 是好的 是神忠义的事情 所以我们的挑战 这些全部都是挑战 挑战我们 是不是这样 挑战有人证明我们 有这样的爱吗 对我们的挑战 我们是否真的有 这种支持的心态 有没有实际 帮助人去往前行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爱的支持 在神的家里面 有这些不同的互动 但这个爱的支持里面 有一个反面的例子 丢特匪 他就不支持 对这些人 不支持 这里提到他怎么样 他是好为首 好为首 他不接待我们 包括了约翰 他不接待我们 我们来 他一定不接待 如果我去 我一定会说他 他说 因为他不只是不接待 更加用恶言 妄论我们 这个 不只是这样 他不只是 不接待 妄论 更加有其他人 要接待的 他都禁止 并且 赶那些人出教会 这个非常之严重 如果有这样的状况的人 在这个家里面 这些人就产生问题 受到很大的影响 这个家就不像家 一个家怎么会赶人出家 一个家怎么会这样的 这个就不像一个家 所以他的罪恶就是这些 他不接待若翰推荐 更加妄论 找错处 说行话定罪 禁止人做对的事 赶他们出教会 他哪有这样的权 一个人作主 这个就真的是很大件事 所以在家里面应该不是这样的 这个就不是神家里面的生活 但是我们有没有犯这样的罪呢 这个挑战很大 但是我们有没有去 真的对人产生这种的情况 令人觉得好像被赶走呢 如果说你可以走啊 这样的话 真的说到外面的 更加是不可能 真的要好好认罪 如果有人这样对 做的时候 你会怎样呢 你会怎样反应呢 你不会怕呢 算了 不要出声 你避免呢 你避免呢 为了息事宁人 你不让这些事情 让这些事情继续发生呢 这样这个家就 产生问题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 不可以 让这些事情出现 若翰就说 恶要抵挡 善的见证的传承 这个是神家里面的 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他说 亲爱的兄弟 不要效法恶 只要效法善 行善的是属上帝 行恶的 未曾见过上帝 这个行恶的 就等于 好像 若翰所说的 这些 敌党神的人一样 真是这么严重 那这些 你说 基督徒都会有这样的罪 都会犯这样的罪 是的 但是 若翰这边特别很强烈 如果真的这么恶 要抵挡 真的要抵挡 更加 如果真的要不知错 这个是 未曾见过上帝一羊 所以我们看到若翰华盛顿 他说 如果言论自由被奪走 那我们可能会被引导成为一群阿巴和沉 好像羊被拖去宰杀一羊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 神被我们有 生下来 我们是一个独特的人 我们有自己的 神被我们的 言论的 言语的 特权 我们也有 按照神的意思 去 面对公正公义 我们应该是这样去生活的 这个也是我们 美国里面的一个 开始的时候的特色 是我们需要去 去把握住 因为我们这些都不是 单单是因为一个美国的宪法 而是因为基于神的圣经的原则 所以我们不可以容养自己 是靠近这个恶效法恶的 我们一定要去坚持到底 甚至可能付出代价 因为如果不这样的时候 会有什么后果呢 后果就是越来越差 越来越影响 恶人当道 整个社会很多的原则凋落 所以这个是我们 我们需要承担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我们不可以 什么都不理 这个是因为我们活着 就是为了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生命 生活 更加我们不可以不理一些人 因此而受到开 所以恶要抵挡 善要见证的传承 所以这里 他就提出另外一个 好的 可能也是派这个抵米丢 去把封信交给他们 他们就介绍他 认识他 这个是行善的人 也是我派来的好好的 我们众人都给他好的见证 他也有真理给他做见证 他也是行真理 我们也为他做见证 多重的见证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人的见证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究竟是恶还是善 所以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 真的可以明白到 哪些是真 哪些是善 因为有很多见证人 见证人 那些不值得信 那是哪些值得信 哪些不值得信 那我们当然去分辨 但都值得信 于是就可以 印证到 这是一个怎样的人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约翰举战 我是拍了心口 我的见证是真的 我说的都是真的 所以这个底米丢的行善 是有多重的见证 很强的见证 所以应该 那一游一定不会 不接待他 一定是会欢迎他 所以这个是一个 继续不断去 接待 成为他一个很重要的生命 所以我们应该都 在我们的大姻姊妹当中 我们 特别是广东祖 我们希望我们有 很强的见证 彼此能够大家都成为 其他人的见证 以至我们能够去 真是继续把善 去传承 最后他就有一个结束语 这个结束语有什么特别 都是说一下 我不离得 我要当面见你 但最后一句 我就有一些 体会 请你替我按着姓名 民众委朋友安 所以他都交托给该游 代表他和其他人去问 该游就是他有影响力的人 大家都很接受的人 他就负责和其他人有生命交接 所以约翰也不离得 另外也交给他做这些事情 让我们看到什么呢 一个神的家里面 不是单单是一些组织 不是一个组织的架构 是一个这样的家 所以大家是互相有服侍和牧羊的对象 所以我们可以说 按照组织的观念 不可能一些人是 经常走下去和其他人说 然后那个人是负责另一些东西 他跳下来就对下面的人说 中间隔空了中间那个 这些就是一个 不是很正常的情况 也是在家里面 而不应该出现的情况 因为这样是一个不正常的情况 所以看到 我们看到这里有不同的学习 在这封信里面 我们看到 我们需要有爱的那种关系 爱的支持 还有我们有抵挡恶 和善的全成的生命 总结 我们看看 这种生活是否将会成就 有神的计划和使命 我相信是 因为神的家 如果看回其他 圣经对教会的那些描述 神的家是最主要的一个 很大影响 因为很多的彼此 彼此 很多的神的家里面的相处 这只是其中一些角度 但我看到神的家 的确就是我们 能够继续的 福兴与传承 传承下去 福兴和建造 很重要的关键 那我们有没有爱 在真理和里面 继续这样去相处 这是很重要的 那真理和真实 是否我们的重要 优先 我们看这件事 是很优先 我们是否以这个 为我们的很重要 神的真理 是否优先 我们有没有去建造 和神的关系 我们的关系 是怎样的关系 我们的 是组织化 官僚化 还是一个家的关系 那这个也是值得 我们去 去在我们未来 里面去学习的 那我和大家去 唱这首胡英歌 这首胡英歌叫 在这首胡英歌 在这首胡英歌 打 olduğunu onze类 要是不懂的 software 闪粉 但是就去陌生 或是不懂的人 chim 辅佐 在热绕 都有 未来 bathroom whom 在路上 一起应对其见解分阵 见手作博人本分 彼此扶持实现绝教训 圣洁无异勇敢 借家是永生神的教会 真理的处石如根基 伸根且建造在主基督律 信靠恩典扩拒 收听每个乐法出呼声 都肯往熟灵风声 智体同徒愿为主见证 去理行大使命 基督教辉话与众敬声 屈室你坐持安静 欠却祈求信服主带领 放眼全面看清 借家是永生神的教会 真理的处石如根基 真理的处石如根基 神根且建造在主基督律 信靠恩典扩拒 信靠恩典扩拒 神根且建造在主基督律 信靠恩典扩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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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大家 第一件事就想提一提 就是我们现在教会的讯息 就希望全部都在Telegram那里传出来 我们仍然是暂时都有个WhatsApp 但是希望大家都可以跟 Bill早前传出来的连续 就install个Telegram 变成方便教会的讯息的传达 如果有问题的话 大家可以问Bill 第二就是我们有个新年的聚会 就是我们一计讯的新年的聚会 就将会在2月20日星期六 3点至5点 详情就迟些我还有个Flyer 传出来了 但是希望大家可以记得时间 记得那个日子 就是不要有别的节目 希望大家都可以参加 第三就是教会通告里 也有说有个年轻人的东令会 就会在12月12日至15日的 就是欢迎6至12班那些年轻人参加 最后的日子就是今天 所以大家如果长情看看周报那里 我已经传出来了 OK 暂时就这么多 Karen 有没有其他补充? 其他人有没有补充? 好 我就想报告一下 因为我们新的一年 我们都有一个我们的目标计划 所以主要有两样东西 一样就是我们读经的计划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经的计划 我们其实都已经推出了读经的计划 其实在我上次在这个WhatsApp里面 都记出了第一个月的日历 还有一些资料 那我现在就先看看 如果大家是有兴趣参加呢 其实就是可以去这样的 我现在就 你会见到我在上次传出来 有这样的一个 我应该再分享的时候要 OK 那你会见到这个叫做 读经的表 有一年的读经 还有是有三年的读经计划 那时候我们也说 广东是用三年的慢慢读 所以如果你是 无论你选哪个 如果你说我都未有读经计划 想参加 那你就可以参加 那你见到这个读经表 其实每个月我会删出一个 还有两份的资料 都是补充每日的读经 如果你选这个一年计划 你见到这里 将这个PDF的文件放大 你见到这里 有经 每日有经和音 其实我都做了 如果有广东话 所以有国语也有广东话 所以我寄给大家的广东话 比如这个经 你按一下经 的时候 会出现一个经文 看到这个当日的经文 就是你按进去 即使用手机 或者iPad 或者电脑 都可以看到 而第二个就是这个音 如果你按下去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我每个月会寄出一个这样的表 如果你参加这个读经 就用这个 还有那些补充资料 你可以每一日 按照这个的进行 你按 就看到经文 或者你听读经 这个就是一个辅助 这个就是帮助大家 另外我们每一个星期一 我们都会有一个 根据这个三年的读经的计划 或者我们会 按照过去的一个星期 我们会 星期一晚 我们欢迎 如果有弟兄姊妹上来 我们一起去谈谈 过去一个星期里面 有什么 读经的心得 或者疑问 我们可以谈谈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 就是读经方面的 而另外我们也想到 就是和弟兄姊妹 有些祈祷的时间 所以我们 现在定了 就是礼拜一 礼拜一的七点到八点 如果你是 如果你是 我那个时间想上来 聊聊天 祈祷 那都可以 那你就可以 上来 我们这个 这个Zoom 我们就和你一起 聊聊天 或者祈祷 那当然 你会说 我有其他时间 我想跟你聊 都可以的 那你随时都可以 和我们讲一声 或者打电话给我们 那我们都可以 和你一起 那我个别 我们都会和大家 有另外 希望约到时间 聊聊天 那但是我们 open 一个 一个 祈祷时间 那如果大家 都想聊聊天 那都想来聊天 都没问题 那这个就是 两样东西 我想报告一下 就是这两方面 一个就是 读经 你可以鼓励你参加 因为我已经发出了 如果你说我还没有 那个 不见了 那我可以再补记 那可能补记去 如果是这个 telegram 里面 或者给大家 因为这个是一个 一个file 那大概是这样 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大家 谢谢大家 是的 还有 一样东西 宣布 就是 那个 去年 你们奉献的 收据 我会在 最迟 星期二 就会 寄出的 那 如果按照 一般的 邮递的 时间 我想 在这个 下个星期尾 你都会收到的 如果你在一月底 还没收到的时候 就 跟我联络 那 下个星期五晚 我们的 全契聚会 就是 因为 一月份 有五个星期五 那这个 第五个星期五 如果有七 就是第五个星期五 我们就会 那天晚上 就是 分享 和祈祷 那 雷牧师是负责带的 好的 那我们下个星期五 我们可以有时间 一起 有些 我也会找些 重点 和大家一起 分享的重点 可以 我们有些主题 和一起祈祷 好 那我大概是这样 如果大家 没有其他报告呢 好 第一个报告 我们就先 结束这个 崇拜 好吗 然后大家可以再分享 我们下个星期五 也订 也订 我们下个星期五 天生相 还 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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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意天父的大爱 经常藉着圣灵 宵灌在心灵中 以至我们可以体会到 神 你本身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 主 我们愿意你去带领我们 在这个星期中 让我们更多赴肯 在你的心灵中工作 以至我们能够回应 主 因为你给我们 在这个时刻里,我们更多需要你给我们有分辨的能力 更加需要你给我们有属天的能力,能够去面对我们周围的世界 主我们愿意你就带领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